我們這個單元的主題是情境設計 這邊有一個超級重要的考題 不僅是九年級會考會考 高一的段考也考這種題目 你看得懂我這張圖嗎 拿把它尺出來囉 我現在畫了一隻太陽 在你的左圖的地方自己畫一隻太陽 左圖自己畫一隻你喜歡的太陽 你不喜歡畫這個太陽你就畫這種嘛 喔 太陽 隨便畫一隻太陽 很亮很亮的太陽你畫在旁邊 畫一隻太陽囉 拿尺出來光走直線對不對 求您太陽會發光囉 尺拿出來這一定要拿尺畫喔 這連高一都會考 各位親愛同學 我太陽叫做很亮很亮的光源 我現在畫出三條光直線前進 我畫三條光直線前進 請你告訴我 它會不會穿透玻璃 太陽光會穿透玻璃對不對 This is 玻璃 我寫個波就好了 這是玻璃喔 好了嗎 光線穿透玻璃打進去 直直往前衝 打到房子裡面有之人對不對 親愛同學 在房子裡面的人 我們叫他叫內人 不是老婆 在房子外的人我叫他叫外人 好了嗎 好了齁 借問一下各位親愛同學 拿尺畫了齁 來請問您光直線前進 穿過玻璃打到內人對不對 這是一次玻璃 借問一下你從小到大 玻璃會不會反光 玻璃會不會反光 你有沒有看過今天在烈日當空照的時候 有一些新式玻璃帷幕的大樓亮晶晶 有耶 而且你會看到藍天白雲吧 代表這個玻璃會不會反射 會喔 所以拿出你的紅 拿出你的原子筆來 一樣顏色的筆喔 拿尺 今天有部分的光是不會反射出來 有部分的光打到玻璃表面是要反射出來 這有點難懂 所以你一定要畫喔 三條光穿透玻璃 三條光打到玻璃是不是彈出來了 有三條穿透三條反射 換筆 換筆 借問一下 剛剛叫做很亮的太陽 是不是亮日 相對的在白天 室內的燈是不是比較暗 我寫個暗燈 亮的意思是產生很多光 暗的意思叫做產生一點點光 所以換紅筆 或者換另外一種顏色的筆 孩子 我的燈會不會發光 我的燈會不會直直射一條光出去 但是燈打到玻璃表面的時候 會不會反射咧 它是不是一樣會反射 所以你會發現它變成這個樣子喔 有點難懂 所以逼你一定要畫喔 燈打到內側玻璃的表面 它是也會反射光 也會穿透光 可不可以接受 燈打到內側玻璃的表面 在這個地方 它會反射光彈出去 可是剛剛的太陽光是打到外側的玻璃表面 而發生了反射 光學沒有別的技巧 光學整結整張通通都在畫圖 只要你喜歡畫圖了 你就會發現光學很簡單 不用去死背 畫好了齁 好我可以問一個問題嗎 開個對話光 那人看到什麼光 三條日光一條燈光吧 裡面的人是不是看到三條日光一條燈光 所以這裡寫上囉 他看到三個日光一個燈光 那外人看到什麼光 外人看到什麼光 是不是也是三條日光一條燈光 內人跟外人看到都是三日一燈耶 到這跟不跟得上 可以齁 那如果你可以跟得上 我繼續問 請問您 內人以為有三日一燈 你會感覺到有燈還是日 三條日光一條燈光 我們會感覺光比較多的東西嘛 所以內人會以為有日還是有燈 只知道有日對不對 可是日在外面對不對 所以這邊寫上囉 緊感受到日光 因為有三條日光嘛 可是日光對內人而言 這光是透色還是反射 透色對不對 是不是看到的是透色 他看到是窗外的景物 外面的東西 他以為只有日光 所以他會忽略的有燈光 如果你懂這個邏輯來幫我一下 右邊這張圖你覺得他會以為什麼 還是以為他以為燈光嗎 是嗎 他看到有三條日光一條燈光 他以為還是有誰 日光對不對 可是請問您 日光對他而言是反射還是透色 反射 所以這邊緊感受有日光對不對 是不是感覺到有日光 可是這個日光對他而言是指 室外的景物 對他而言是不是叫做反射的鏡像 所以關鍵在這個字 鏡像 關鍵在這個字 透色 散開 明明 關鍵 誇張 10 程 4 4 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